Word打开好不好 我们的Word在这边 把我们自己的Word打开 5-1打开好不好 把5-1打开以后回到Excel来 我点选1-1这个 从头开始选 选到最下面这一笔 Ctrl-C 到Word来 Ctrl-V贴上 贴上了以后 接下来我要选全部的表格 注意哦 这个要注意一下 全部的表格 然后第一个 无框线 无填满 就无色彩 然后什么 没有框线 然后点一下表格的内容 按右键 这里有自动调整为四冲大小 但是你这样看的时候 奇怪 隔线不见了 对不对 隔线不见了 怎么办 这里有检视隔线要打开 知道意思吗 检视隔线 它隔线就打开 不用紧张 检视隔线要打开 好 接下来我要去做对齐的动作 怎么对齐方式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边 你的对齐方式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5-1 你看这些是靠左 剩下靠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两个 是靠左的 靠左边 剩下这些是靠右 然后再来这些格子都没问题了 然后我要插入两列 哪里哪里有两列 这里啊 上面的两列有没有 这第一列第二列 所以要插入两列 所以我怎么做 我就选这两列 选的时候 在最左边这边 点一下 往下拉 按右键 插入 上方列 然后选第一列 我要把它分割 储存格 到版面配置这边来 要分割储存格 分割成几栏 5栏 确定 麻烦你要稍微注意听一下 确定 它变成五栏 再选中间的三栏 一二三 这三栏 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储存格 然后这一个最靠左对齐 中间至中 右边靠右 好不好 那 左边呢 要打入考试当天自己 假设今天是考试好了 2016年10月4号 所以我要打什么 2016年 对齐 10月04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 接下来在这里 民国90年 民国90年 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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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90年产品销售状况 右边打入你的姓名好不好 OK好 你这些都OK了 接下来Ctrl A全选 记住 字型一定要改 来第一个 中文设为什么 心系名题 英文设为什么 Times New Roman 标准 12先设好 确定 全部先设好了以后一个一个改 对于这个而言 这个要多少 16点字 所以它是16点字 然后呢 协题 单线底线 这个没有问题了 这边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我要画格子 对不对 我下面要画格子了 怎么画呢 我从这里开始选 选到最下面这里好不好 然后画表格怎么画 点这个 往下框线即往底 我的框线要改成多少 二右四分之一的线 上一条线 下一条线 直的要改成一右什么 一右二分之一对不对 所以再来改一下 一右二分之一 画直的中间右边 这样OK吗 好确定 所以你看看 恒的呢 就会二右四分之一 直的就一右二分之一 这样OK吗 最后 这个 还有这一条 所以这一条是多少 二右四分之一 我们就在设计这个地方 把你的改成二右四分之一 然后把它画一条线这样子 然后把首会表格这个取消掉 你看一下 民国九十年 强产品销售状况 OK 姓名 然后下面 最后 有个东西还没做好 哪一个 跨页标题重复 你看看我第一页是这样子 第二页要跟他一样 有没有 跨页标题重复 第二页的标题要跟他一样 好不好 这是第一页 下面一页也一样 要有这个标题 对不对 所以你要选哪里 选从第一列 第二列 包含第三列 OK 在版面配置的地方 这里有个叫做 重复标题列 有没有 按下去 这样子第二列 他就会重复了 这样OK吗 这样子没有问题了 就把它存档